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学校的食堂应不应该如常营业呢 这个问题似乎每年一到了斋戒月 就会被某一些人挑起 教育部长法利纳前天下了非常明确的指示 就是说学校的食堂在斋戒月期间 必须要照常营业 来照顾非穆斯林学生的需求 不过这一点就引起伊斯兰党的不满了 伊斯兰党宗教司理事会主席阿末雅耶 昨天就发了文告 他指责法利纳不尊重斋戒月 不尊重穆斯林 阿末雅耶就说 教育部应该要把重点聚焦在 让非穆斯林学生学习尊重和了解斋戒 让学生在求学时期就开始尊重这个斋戒月 同时他认为呢 非穆斯林大可自己带便当到学校 然后在指定的地点吃饭那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特地要指示学校的食堂继续营业 对于阿末雅耶的这一番自己带便当的这个建议呢 槟城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努西达雅今天就发了文告 他批评说 现代的女性很多人都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 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时间 在早上为孩子准备便当 更不忍心看到孩子因为食堂没营业而挨饿 努西达雅因此就呼吁伊斯兰党不要为了政治利益而互相攻击 除此之外呢 行动党万尼国会议员谢瑞瞻 他也发了文告谴责阿末雅耶和国盟 连食堂应不应该营业这种事情 他们也要把它变成政治课题 他认为这非常不可取 谢瑞瞻就说 学校食堂必须如常营业的原因有很多 像是学校有很多不需要摘戒的这些非穆斯林师生啊 同时也有一些穆斯林孩子是不强制他们要摘戒的 谢瑞瞻也提醒大家 2013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非穆斯林学生在摘戒月期间被逼在学校的厕所 是的 是厕所这种不恰当的地方在用餐 他说难道伊斯兰党的领袖就不能同情一下这些孩子吗 事情引发争议之后呢 教育部长法琳娜今天就再一次亲自回应这项课题 学校食堂在摘戒月如常营业引发争议 教育部长法琳娜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为国家元首施政预词进行部门总结时表示 他之所以下令食堂要营业 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有非穆斯林学生 因为摘戒月而躲起来吃饭 更何况食堂本来就是购买食物和用餐的地方 法琳娜强调学校食堂在摘戒月营业并不是心取错 她认为无需进食的学生应该到食堂吃饭 那些需要进食的穆斯林学生就交由老师安置 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她希望各组之间能够趁这个机会了解和尊重彼此文化 做到真正的互相理解和尊重